第四回 八王之乱 这个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晋朝的衰落是从八王之乱开始 中国的家天下现在在司马家出了问题 在亲情和权力面前 亲情变得如此不值一提 这段历史让我们看清了没有精神上的束缚 人类在争取权力时 在行动上会是多么凶残 老实人司马忠现在就在鲜血淋漓的世界的中心 我们现在咱们就讲讲司马忠和围绕他的八王之乱 故事啊从这个婆媳关系讲起 八王之乱是从这个婆媳不和开始 这里有一个男人 晋慧帝司马忠 有一个母亲 这个母亲就是司马炎的皇后杨燕 司马忠的亲妈 还有一个儿媳妇 司马忠的皇后贾南风 杨燕杨太后和贾南风贾皇后是婆媳 杨燕是婆婆 贾南风是儿媳 老爸司马炎这一死 母亲杨太后专权 前面我们说过了 司马炎时期提拔了大批的这个 杨皇后家的人做大官 这是司马忠姥姥家的人 这是司马炎设计好的 让司马忠姥姥家的人将来保着司马忠 那问题跟着就来了 现在的皇帝是司马忠了 那现在司马忠的媳妇就是第一夫人 母仪天下的应该是人家假皇后 可这个婆婆杨燕呢 杨太后现在紧抓着儿子不放手 于是皇帝家和所有家庭一样 婆媳大战就此展开 这两个女人可不管天下的事 她们真的是儿子和丈夫 可你别忘了 这是一个坏人横行的事件 婆媳之争很快就被外人利用 首先卷入这场争执的是楚王 楚王啊是司马炎的弟弟 那就是司马忠的叔叔 在贾皇后暗中的支持下 叔叔楚王发动了一场叛乱 将杨太后的势力打击下去 司马忠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叔叔 消灭了自己的亲妈和舅舅 而这一切 媳妇说了 这都是为你好 没了亲妈 那就是只能听媳妇的呗 司马忠很难受 但是呢 无可奈何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叔叔楚王还没来得及高兴 汝南王就跑来了 汝南王的辈分可是很高 他是司马仪的儿子 是司马昭的弟弟 是现在皇帝的叔公 是爷爷那一辈的 他是这个啊 司马忠的爷爷那一辈的 汝南王比楚王有实力 一下子就控制了中央的政权 和这贾皇后和楚王白忙活了一阵 胜利的结果都让汝南王抢走 你说这贾皇后能善罢干凶 楚王啊 现在是铁了心给贾南风当枪使 在贾南风的策划下 楚王暗杀了汝南王 这可激怒了天下藩王 这些王们不干了 要求严惩凶手 贾南风啊 来了一个翻脸不认人 上去就把楚王杀了 罪名就是阴谋刺杀汝南王 楚王这一死 死无罪死无对证 政权 这就算是落入了贾皇后手中 可是呢 贾皇后 贾南风 毕竟是个女人 搞军事 搞政治 这不是她的专长 贾南风 就是整治老公一门灵 结果这个国家 一下子就搞乱了 政局这一乱 就给了别人的机会 司马伦 也是司马中的书公 也是爷爷那一辈的人物 这个时候站出来了 再次发动叛乱 汉军打进了京城 将贾皇后一家杀光了 司马伦算是掌握了政权 这算是八王之乱的第一回合 司马中啊 现在指不定多难受 自己这一只人 司马氏 这是自己这一只人 和母亲那一只 还有老婆这一只 三派人打起来 最后啊 自己这一只算是赢了 可妈妈死了 媳妇死了 自己现在混着 跟着书公过 这叫什么日子呀 而且没过多久 书公就来找司马中了 那什么 你呀最好做太上皇 是不是 这个皇帝呢 我当两天 司马伦让司马中做了太上皇 司马伦当了皇帝 司马伦现在啊 见了司马伦都不知道该怎么叫 按备份 是吧 司马中应该 趴下叩头 拜见书公 可按照朝廷的规矩 自己现在是太上皇 是司马伦的爸爸 应该管司马伦叫儿子 这到底 应该是叫书公 还是叫儿子呢 司马伦呢 为了当皇帝 这是豁出去了 以爷爷的备份 当儿子 也在所不惜 可这个事太丢人了 于是司马是全族都起来反对 事啊 是这么说 但这个事的背后是什么呢 司马伦向大家展示了一件事 揭示了一个事 皇帝的位子啊 是要自己争取的 谁胳膊粗 谁就是皇帝 可结果呢 比司马伦胳膊还粗的人 因此有了想法 司马伦的皇帝没当一年 就被反叛者杀了 反叛者又让司马中恢复了王位 不是这些反叛者不想当皇帝 是不愿意成为众矢之地 一个软弱的皇帝 再加上一大帮手握重拳的亲戚 谁当这个皇帝 谁倒霉 我们的皇帝司马中呢 你说能怎么办 你们说让我干啊 我就干 可咱们说好了 是你们让我干的啊 哪天你们改主意了 我随时能下的 这个皇帝让司马中当的够没品的 能上能下 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皇帝 这是霸王之乱的第二回合 群王现在跃跃欲试 经过司马轮这一折腾 大家看出来了 这个皇帝原来可以自己争取啊 要不 是不是我也试试呢 你说这不是要乱了 到了八王之乱的第三回合 司马轮的内部就大打出手了 能不能当皇帝 那总得试试啊 战争进行了十六年 司马轮这一只 死走逃亡 胜不下几个人 最终是司马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司马是 现在司马仪这一只已经快死 快死绝了 司马昭的儿子 司马炎的儿子 现在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孙 都已经快被杀光了 一个两个 就剩下这么多人了 现在掌权的是司马仪的弟弟那一只的人 司马越是司马仪弟弟的孙子 辈分上算是司马中的叔叔 但是这都快出五福了 这个亲戚已经很远了 在此期间 这个司马中是谁来听谁的 谁叫走就跟着走 这晋朝的都城我跟你说都没准地 从洛阳到叶城 再到长安又到许长 最后又回到洛阳 司马中最后是病死 有人说是让司马越给堵死 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么好的一个皇帝 谁舍得杀 让上就上 让下就上 让走就走 说什么都没有怨言 我要是司马越 我才舍不得杀 这是个宝 到了司马越这里 八王之乱 就算是平息了 晋慧帝司马中死后 他的弟弟司马赤继位 就是晋怀帝 当然背后掌权的是司马越 晋态帝司马赤和这个晋慧帝司马中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这就是说叔叔杀了哥哥立了弟弟 司马仪的全部后代也就剩下这几个了 后来证明啊 叔叔想错 这个弟弟司马赤和哥哥司马中 可是不一样 如果真的是司马越杀了司马中 那现在我跟你说 这司马越肯定是老后悔了 要早知道这个小侄子啊 这么闹荡 还不如留着这个呆头呆脑的大智慈 司马赤就没有一天听话的时候 叔侄是越闹越僵 司马赤是铁了心了 反正啊 生死是在你手里掌握着 我所幸让天下人都知道 我不服 我要是死了 那就是你害的 我倒要看看 你敢不敢杀我 这晋朝的天下就越来越乱了 司马中有过一个儿子 但是不是贾皇后生的 后来呢 让贾皇后给害死了 贾皇后活着的时候 司马中就没有儿子 闺女生了一大堆 这个贾皇后我跟你说 真够狠的 只要看见生出来的是儿子 全给掐死了 等贾皇后死了 司马中的生活就开始颠沛流雷了 日子就过得担惊受怕 所以司马中这一生 就一直没有儿子 只有一大堆闺女 晋朝经过八王之乱 这么一折腾 司马氏这个当年的望族 现在就已经快死绝了 走向没落了 一直被司马延封王政策 压着的这些士大夫 现在重新崛起 在朝廷上 是吧 书直 司马越和近怀的司马赤 还在没完没了的 跟一些鸡枣鸡毛蒜皮的小事较劲 司马赤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时时刻刻的追问司马越 你敢杀了我吗 每一件事 每一次对话 心黄脸 一说都是瞄着作死去的 这一切都让大臣们看在眼里 但封建制这场大戏 并没有按照我们现在预想的 回到士大夫夺权的这个主题上来 因为啊 他不知道是哪个导演安排 这个时候突然加入了几个新演员 故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好了 这一回我们讲了八王之乱 下一回 我们讲那几个新增加的演员 我们讲五湖乱华 好了 这一回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天继续 哎对了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 是吧 帮忙转载加粉丝 是吧 我的粉丝数还是少的可怜 在这 谢过了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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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